2004 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现在开始 欢迎辩论会主持人 公共电视董事长 吴风山先生 现场的各位嘉宾 全国观众同胞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欢迎大家共同参与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候选人的国政辩论会 这场辩论会是由陈胜 中国时报 自由时报 联合报 台湾日报 以及公共电视联合主办 此外有11家电视台 5家广播电台 联播 另外还有全球网络直播 以及海外授权播出 可以说这是一场历史性的生活 本人很荣幸能够为大家服务 让我们一起欢迎两位总统候选人 首先出场的是陈水扁先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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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欢迎联战先生 感谢观看 首先感谢两位候选人参加这一场辩论会 两位先生的一小步 其实是台湾民主的一大步 接着我来向大家介绍五位提问人 第一位是范子联盟的发言人 王荣章先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毅先生 台湾医学院评鉴委员会主任委员 黄坤岩先生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林静平女士 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叶丽先生 接着我跟大家报告辩论的规则 这一场辩论会分成四个阶段来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深论 每一位候选人使用八分钟 那么次序抽签决定 第二个阶段是现场提问 共十个问题 有五位提问人 依照抽签的顺序 分成两轮 轮流提问 第三个阶段是交叉截变 共十个问题 有两位候选人 依照抽签的顺序 交叉问答 最后是结论 两位候选人各使用八分钟 那么更详细的规则 在每一个阶段进行之前 我会做更完整的说明 那么关键的迎声 是结束前一分钟 按一个短声 结束前三十秒 按两个短声 时间到按一长声 除此之外 主办单位有一个建议 我们认为一场成功的辩论会 要讲究公平跟对等 所以我们建议 在舞台上的两个候选人 五个发文人 还有本人 彼此之间 以某某先生 或某某女士相互称呼 那么在进入第一阶段以前 我建议两个候选人 是不是趋前几步 握索 让平面媒体可以拍照 让现场的嘉宾 可以为民主鼓掌加油 好 请两位候选人护会 其实两个人 能够拥抱一下更好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第一个这段 第一个这段声论 依照事先抽签的结果 由陈水扁先生先声论 接着是连战先生声论 每一个人八分钟 结束前一分钟 按铃一短声 结束前三十秒 两个短声 时间到按铃一长声 超出五秒钟 我要消音 现在请陈水扁先生开始 吴董事长 各位提问人 可敬的林先生 各位嘉宾 亲爱的国人同胞 大家午安 大家庆祝 大家好 太阳庆祝 太阳好 我爱好 麻烦麻烦麻烦 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 也是我们台湾 民主历史的第一次 更是华人社会的第一次 其实在四年前 原本就有这样的机会 可是当时的林先生拒绝了 让我们又等了四年 不过我们非常感谢主办单位 以及社会议论的促成 才让我们在今天又写下历史 今天同时也是情人节 阿扁在此要祝福普天下的情人 包括阿扁与阿珍这样的旧情人 以及一世代的新恋人 都能够珍惜所有珍爱长久 在情人节很多人都喜欢 送玫瑰花 也让阿扁想起 小王子里面的故事 小王子说 我对 我的玫瑰花有责任 这句话最让阿扁感动 因为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对这块土地有责任 对2300万的台湾人民 及后代的祖孙更有责任 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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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未来 顾人民 顾幸福 就是阿扁的责任 结合人民的力量 相信台湾 坚持改革 就是阿扁的责任 顾经济 大改革 要让台湾 成为一个 政兴 环境 威大 有个美类的民主国家 也是阿扁的责任 台北 101大楼 这是现今世界的最高大楼 阿扁非常高兴在市长的时代 曾经为他打下一些基础 国家的建设跟盖大楼 其实都是一样的 基础一定要稳固 才能够改得到赞德文 就像我们有一句 客家的愿意 是这样讲的 只要九穿战德文 不怕东南西北风 只会九穿 去的门 不将东南西北风 我觉得这一句话 非常的有意思 但是过去的五十年 很清楚的 在国民党 政府的时代 由于 黑金的横行 由于党国的部分 由于书法的不公 不断地 不断地来扶持我们国家的基础 动摇我们国家的根本 那边觉得非常的遗憾 我们再想看看 在四年前 如果没有政党轮替 我们的政党可能退出军队吗 今天的军队国家化 能够这么样的落实吗 如果没有政党轮替 留冠金案会爆发吗 今天有可能把国安的密葬 全部脚固来建立助渡吗 一样的 如果没有政党轮替 今天这一些 富风换雨的黑金人士 怎么可能会跑到国外去 很可能今天 站在林先生 宋先生身边的 又是武则言 梁博新 陈友好 或者朱婉金等人 我们真的没办法想象 我们希望能够来 这一个相信台湾 来这一个坚持改革 但是有些人 却是嘴巴讲一套 实地做一套 也就是说 我们把改革 当作是我们的信仰 但是有人 把它当作是这一个习惯 我们真的非常的不习惯 就像我们都了解到 这一些特权 超贷 以及掏空银行的案件 大概就有 这一个两兆五千亿兹多 在阿扁的努力之下 这三四年来 我们光是打架待仗 就超过了一兆 两千亿 今天 这个在野党 不帮忙也罢 竟然还扯后腿 包括RTC 这样的一个重建基金的法案 到目前为止 还没办法通过 其实 这一个反对改革的案例 实在太多了 包括阳光三法也反对 包括立法院 席次要减半也反对 当然也包括 这一个政党不当取得 财产的处理条例 也反对 包括施改的法案 也反对 我们真的没办法想象 为什么要反对 反对改革 怎么样能够拼经济 其实我也知道 我们大家也知道 在目前的重建基础 我们已经要建立人民 对国家对社会的信心 不可以说一个人 他这样没头路的时候 你去那里 你没什么安慰 没什么鼓励 你竟然说 你实在有够可怜 你实在有够惨的 这样没办法 你全都就遏忧了 你自己是没办法 过来 结果两个人抱在一起 还大骂 都是阿兵害的 但是我觉得 不可以这样 我们应该要鼓励他 说 目色要切开 应该要坚强自己 不要放弃 还有机会 只要遏忧 重新出发 一定会成功 我相信这个就是 阿兵跟林先生 最大的人格特质的不同 阿兵对一句话 印象非常的深刻 坚困中成党的人 有最美好的理想 阿兵相信 这句话就是我们台湾的精神 台湾知足的精神 在有限的条件里边 在罪恶类的环境之下 我们要开创 无限的最大可能 所以我们相信台湾 坚持改革 我们一定做得到 请支持 台湾第一 改革第一 而且 这一个 有主见 有主张 而且抗压性 最强的 我们水年载片 一定可以连任成功 谢谢 谢谢陈先生 接着我们请连赞先生深论 主持人 各位提问人 陈先生 各位乡亲 父老兄弟姐妹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本日 我请欢喜 向台湾来报告 结果 发展的台问题 请指导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在四年前 有一个机会 丹先生 来交往意见 但是 那个时候 不可以说结果 大家都非常 不愉快 但是今天 是情人节 当然 我想 修仙 向我们所谓 有情人 来祝福大家 忠诚眷属 同时 在这里 也向我的 内人 我的小乖 来致向 最诚直的 一个协议 当然 我相信 时间 地点 都已经改变 今天 这场意见的交换 应该是 有不同的 一个结果 那么我想 今天在这里 我们 不是在这里 交换个人 对一些事情的 好恶 而是 在讨论 这一次大选 对于我们台湾 可以说 它的历史意义 是何在 我们今天 假如由宏观的角度 来看问题 用历史的眼光 来思考 国家的方向 我想 很清楚 我们可以回忆得到 在一百多年前 中国日本 面对西方的挑战 但是 以不同的态度 来回应 一个是用 义和谭的精神 和做法 一个是用 民智 为心 来革新 它的结果 抗拒的 亡国了 适应的 适应挑战的 成功了 并且成为 世界的 强国 所以今天 我们在 做这个选举 不只是一个选举总统 选举一个政党 或者选举一个团队 可以说 是选择 一种态度 但是这几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思考国家的问题 从这些角度 所以整个的大环境 我们已经落伍 我们没有追随得上 国际化 自由化的这个脚步 最明显的 你比如说 我们的高雄港 从世界第三大的货币港 已经变成第六大了 我们在参加这个 所谓FTA 就是 贸易的 自由的这个协定 结果呢 我们只有巴拉玛一个国家 可以说我们全盘的挂联 我们两岸的这个三通 谈了不晓得多少次 但是呢 到现在 也是别叮别当 那么尤其让我们很忧心的 就是说 在最近我们领导人的 这种言行 受到国际上 非常严厉的一个质疑 美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都提出来他们的看法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觉得台湾在 资政党的领导之下 创造了很多新的台湾契机 从来没有过 五十万人失业 从来没有过 经济倒退 这个成长率倒退 所得倒退 从来没有过 我们整个的刑事的案件 从三十八万件增长到五十万件 从来没有过 三千零五十三个人自杀 也从来没有过 教师 劳工 农民都走上了街头 所以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环境之下 我们要检讨 为什么 很简单 就是因为主政的人 意识形态来主导国家 可以说是选举挂帅 可以说是不尊重专业 可以说是背离法治 结果我要讲得更贴切一点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人 陈先生 今天我有这个机会来向你请教 我想你早开始的时候 那个合适的庭建 到今天这种所谓刻意的要推动公投 都给人家一种印象 那就是一意孤行 前刚自断 在这个过程里面 把国家的整个的利益伤害到了 把整个人民的福祉损害到 所以今天在此时此刻 我非常诚恳地提出来 我们国家所需要的 就是一个非常安定的 繁荣的一个内在的环境 一个和平的 一个安全的外在的环境 一个连结的 但是有效有能力的 一个团队来执政 同时是一个稳健 而诚信的国家领导人 这四个条件 是我们必须来满足的 那么今天我想 这个互相之间也相互的都关联 一个稳健的 诚信的领导人 才能够导引到一个 所谓和平的 一个安全的大环境 一个有效能的 联能的一个政府 执政的团队 才能够创造繁荣的 跟安定的一个 内在的一个大环境 所以在此时此刻 我非常诚恳地 向各位来报告 我们台湾是一个充满了 机会的一个地方 今天国勤联盟 已经提出来非常多的 具体可行的这个政策 让我们大家 来为我们全民 来拼经济 来拼和平 一定让大家的资产加分 一定让大家的幸福倍增 我们一定要改变 非改不行 非变不行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就在此刻 我们刚才也听到 陈先生的这种谈话 说到很多 在野党 在国会的一个杯葛 我觉得这个责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国家的领导人 一定要肩负起来 国家的责任 否则的话 外交的问题 把它归到别人身上 内政的问题 把它归到别人身上 那么好了 这样子的国家 你的存在 你的不存在 都没有什么关系 国家选总统干什么 所以最后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请大家来做一个 好好的一个参考和支持 谢谢各位 好 谢谢连先生 谢谢 接着我们要进行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现场提问 一共有十个问题 有五位提问人 分两轮 对候选人提问 时间是四十秒 然后再由各候选人回答 主答是三分钟 回应是一分钟 结束前三十秒 按铃两短声 时间到了 按了一长声 超出五秒钟 消音 现在请王荣张先生 提第一个问题 陈水扁先生主答 连战先生回应 请王先生 台湾付税率由81年的18.6% 下降到91年的12.3% 税率降了三分之一 但受益的只有企业和巨付 请问陈水扁先生 您当选之后 如何解决既是用两税合一 又是用促进产业升级条例 以至于财团不缴税 还可以退税的不公益问题 另外用钱赚钱的资本利得不科税 是税制不公平的主因 请问您当选后 会不会负责证券交易所得税 如果会办法是什么 如果不会理由是什么 请陈先生主答 时间三分钟 有人认为好像只有穷人缴税 而富人不缴税 但是很清楚的 我们贫富的差距 最新的市值是6.16倍 但是在税负的负担是相差12倍 所以不能够说富人没有缴税 但是有时候为了刺激景气 能够提供各种的优惠 诱因 特别在租税的减免 这是世界各国都一样的 就像中国大陆吸收我们的台商 投资建厂等等 都是祭出所谓的租税的邮费 而且比台湾更减免 但是我们这样讲 并不是说这一个富人不必缴税 就像我们如果给一些工商界减税一块钱 就可以增加这一个五块钱的投资 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认为 有时候减税并不一定会减少税收 反而是减税可以增加税收 就像土地增值税的减半 过去有很大的争议 有人认为 这是不是土地财团跟地址 其实这两年来 我们看到的统计数字 很清楚的 我们减税的结果 反而增加土地增值税的税收 最主要的还可以提振景气 特别我们房地产 以及我们的这一个金融机构的体质改善 这些对于整个拼经济来讲都非常的重要 至于税制的改革 我还是觉得依照金花卫的共识结论 有这样的一个专责的机制正在研讨当中 我相信在未来的四年 我们一定会尊重专业 以及税制这样的一种讨论 以及后来所获取的这个结论 我们一定会来给予尊重 同时加以这一个财行 那至于哪些税应该要 这一个加收 哪些税是不是要减增 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自己不应该有太多的意见 但是很清楚的税机的公平 这是要检讨的 但是也不能够说因为减税 我们就说人家不交税 其实有时候交的更多 这才是我们今天一个现代民主法治国家 拼经济大改革应该有的这一个哪呢 不要怕人家有钱 反而大家都会有钱的 好 请 请连先回应时间一分钟 贫富差距的扩大 民进党政府要负最大的责任 以前我们以加湖来算 都是四到五倍 在民进党执政以后 已经升到六倍之多 贫富生活各方面的这个条件 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那么至于税制的改革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所得税的 熟人跟熟地来共同的来推动 那么第二呢 我们觉得有很多其他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问题 也可以来这个是来考虑 那么这个中间 除了所得税之外 我想我们这个新的这个税制 包括旧的一个检讨 有增有减 那么尤其是关于我们高科技 以及精控这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政府应该多加把力 好 谢谢 接着我们要请朱敬一先生提问第二个问题 由廉战先生主答 由陈水扁先生回应 请朱先生 我想要首先请教两位候选人的 是与中央政府负债有关的问题 我们中央政府的负债预额 在过去13年成长了14倍 而且成长的幅度在两党执政期间相差不多 这样子的不利趋势 当然与包括总统在内的政治人物 经常提出讨好选民 但是却没有整体规划的支出承诺有关 掌握行政权的人这样做 其实也不符合预算法34条的规定 这条条文要求行政当局对重大施政计划 要提出裁员筹措说明 假如您当选总统 将来要如何对政府负债 与财经支出的乱象做出改革呢 请连战先生主答时间三分钟 我想朱先生这个问题非常地有意义 我们今天的债务非常地庞大 那么我们要推动的话 我想第一 我们已经主张在经济每一年成长5% 这样子的一个先决条件之下 我们相信我们的税收会有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那么其次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财税的这个结构 要做一个改变 我刚才有报告 有的是可以考虑来调整的 有的是可以来考虑调整的 那么第三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预算 它的执行的这个效率应该加以提升 第四我觉得我们很多非营业基金 它的这个运作也可以来加以加强 那么第五我觉得我们这个BOT 这个民间参与公共的这个建设 这个工作应该做得更好 第六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事情 可以委托民间来办理 那么第七我要讲的 就是我们政府组织跟人士的一个改造景点 我相信这些事情那么能够做好之后呢 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债务 是可以在预期的六年中间 能够由公家的政府的债务来加以平衡 那么至于整个隐藏性的这个债务 尤其这几年已经高达十一兆之多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是非常的可怕的 台湾举债 按照IMF的这个报告 我们举债的成长和这个GDP的比率 所谓变动率已经高达百分之十八 是世界的第一名 我想这些都是民进党政府 应该好好的来负责任的一些政策 那么当然我们执政以后 我们会有通盘的做法 因为各位也知道 我在行政院主政的时候 我曾经在民国87年 这个是平衡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预算 本来是89年要平均的事情 我们87年就平均了 主要的就还是要靠这个开源跟解留 尤其是违政者大家的关心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好 谢谢 谢谢 接着请陈水扁先生回应时间一分钟 连先生既没有开源又没有解留 在过去的政府留下给阿扁政府 大概是两兆四千亿的负债 我相信在这三四年来 我们所增加的负债大概一年 实际是不到一千亿九百多亿而已 但是在林先生过去的国民党制服 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平均一年的这种累积债务 是这一个九百 这个一千九百多亿 也就是说是现在政府的两倍 林先生讲说六年要平衡说之不可能的 光是他所提出来的